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 因为日期尽了 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 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 这是来自那习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和他宝座前的七灵 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 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 他爱我们 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 做他父上帝的祭司 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看哪 他驾云降临 众目要看见他 连赐他的人也要看见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 这话是真实的 阿们 主上帝说 我是阿拉法 我是厄梅嘎 是习在 今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启示录是一卷很奇特的书 他把基督徒分成两种 一种是不敢读 一种是太沉迷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不是逃避 就是狂热 大家对这卷书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 有人认为这卷书很棒 有人认为这卷书很糟糕 根本就不去读它 甚至还批评启示录是 字字句句都是谜 是一堆毫无根据的想象 是由千奇百怪的意象堆砌而成的 而其中最糟糕的评语是 读了八成会发疯 可惜三四百年前的基督教改教人士 对于启示录没有正面的评价 从此以后 基督教教会就一直不重视启示录 马丁路德就不客气地说 这卷书没有使徒先知的教导 每个人都对他有自己的看法 还有很多书比这卷书更值得看 我的灵实在无法认同这卷书 他甚至希望这卷书没有被纳入圣经 约翰·加尔文也有类似的看法 他的新约注释干脆就省略启示录 另外一句评语也很有名 是瑞士的词运里所说的 他说 启示录不是圣经 我们不用接受书中的见证 基督教教会受到这些影响 往往就看清这卷书 启示录因为放在最后 通常要等很久才能读到 但是感谢主给我们启示录 慢慢地我会帮助你们明白 如果圣经只停在犹大书 而不是启示录的话 圣经就会是有头无尾 还好有很多人对启示录 有十分正面的评价 认为它是一个杰作 是圣经上杰出的一卷书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其实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卷书 因为我都是最喜欢 刚读完的那一卷书 所以我今天最喜欢启示录 我相信这卷书 对现今教会的历史地位 非常非常的重要 教会都应该要读这卷书 预备自己面对未来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魔鬼的看法 他痛恨这卷书 圣经上有两部分 是撒旦最不喜欢你读的 就是整本圣经的前三章 跟最后三章 他不要你读圣经的头几页 和后几页 为什么呢 因为头几页是在讲 他的魔掌如何抓住我们 他怎么样来到这个世上 掌管世界 成为这个世界的神 但是圣经的最后几页是在讲 他将如何被逐出这个世界 他已经来日不多 所以他痛恨这两处经文 如果他能够让你相信 创世纪是神话 启示录是奥秘 他可就高兴了 过去的二十年来 我们记出了很多很多 启示录的录影带信息 但是对方收到的时候 往往发现 启示录二十章 有一部分不能看 通常都是启示录二十章 最后的几分钟不能看 而那几分钟 刚好是在讲 撒旦最后的下场 所以撒旦会痛恨 你们今天来研读的 上帝对启示录这卷书 有什么看法呢 我们都知道 他非常看重启示录 圣经上只有这卷书 一开头就说 读这卷书的人有福了 最后还说 破坏这卷书的人要受咒诅 如果有人删掉 这卷书的任何内容 或是任意添加任何的内容 就会遭受这书上 所描述的灾祸 也会失去救恩 失去进入上帝圣城的机会 这可是一件 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读这卷书 或者是听见这卷书 就遵守的人 必要蒙福 但是增删这卷书的人 必受咒诅 这些话很不寻常 圣经上只有这卷书 附上蒙福 和受咒诅的条件 我们现在来看看 启示录在整部圣经中的地位 这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 是故事的结局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圣经 圣经从头到尾 就是一本历史书 不像其他宗教的经书 并不是历史 我们的圣经是一部历史 但是圣经和一般历史书的差别是 开始的时间点更早 结束的时间点更晚 从宇宙的起源开始 到宇宙的结束为终点 没有一本历史书 涵盖这么长的时间范围 如果没有启示录的话 我们就不知道历史的结局 大家只能够乱猜结局 但是我们是真的知道 只有基督徒知道 人类历史和这个世界的结局 这是因为我们有圣经 最后的这卷书 这卷书里描述了宇宙的结局 我们还可以从爱情的角度 来看启示录 这卷书中充满了爱情十分浪漫 在讲一个父亲为他的儿子 物色新娘 如果没有启示录的话 就不知道婚礼的情景 只知道这个儿子跟女方定了亲 各位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 保罗写信给教会说 我曾经把你们许配给基督 这正是基督徒目前和耶稣的关系 我们和耶稣定了亲 只是定了亲还没有成亲 婚礼要在最后才举行 而且就跟动人的爱情故事一样 圣经最后的结局是 从此两个人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有一本爱情小说打错了字 结果变成他们婚后仍然幸福快乐 不过正常的结局是 两个人结了婚 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这就是圣经的结局 以婚礼收场 如果没有启示录 婚约也许会解除 但是圣经的结局是羔羊的婚宴 从此他们在新耶路撒冷 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所以如果没有启示录的话 圣经的内容就会减少很多 而且会没有结局 历史和爱情都没有结局 所以我们很高兴有启示录 很多基督徒很怕读这卷书 本来想读这卷书 但是读了几章 大概是读完第五章以后 再来进入到第六章 就发现读不懂了 读起来是一头雾水 所以再读了几页以后 就只好放弃了 我可以这么说 启示录诈读之下确实很复杂 很难懂它的意思 但是这是因为我们忘了两个重要的事实 第一是 启示录这卷书其实是为普通人写的 不是为神学教授写的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在今天这个专家至上的文化 有一个很不幸的现象 就是遇到了看似难懂的事情的时候 就会请大学教授来解惑 启示录就是如此 我可以再引述另外一句话 这句话也实在是一针见血 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 读启示录的时候 不可能误解它的意思 但是坏就坏在 各代的神学家提出了许多荒谬无比的成见 活活地糟蹋了这卷书 把它变成了一卷很难懂的书 以至于大多数的读者 只好对它敬而怨之 我想如果我们能够撇开这些成见的话 那么启示录将会是先知笔下 最容易明白的信息 这段话一针见血 启示录其实是一卷很简单的书 是为普通人写的 原本是写给七所教会 就在今天的土耳其西方 他们都是很普通的人 没有受过高等教育 不是地位尊贵的人 只是很普通的平凡人 很多还是奴隶 这卷书是为他们写的 是他们看得懂的 我听到一个美国的故事 有可能是传道人想出来的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有一个小男孩问传道人父亲说 爸爸刚刚那个故事是真的 还是只是讲道而已 因为传道人讲道的时候 总是喜欢引用故事 我听到的这个故事 也许只是其中的一个故事而已 这个故事是关于一群神学院的学生 他们在美国的一所神学院里读书 正在教圣经启示文学 包括启示录 听完教授的讲课以后 全班的学生一头雾水 就决定去体育馆打打篮球 他们打篮球的时候 有一个黑人管理员 就坐在旁边看书 他坐在那里是因为 他要等到学生打完球以后 好锁上体育馆的门 学生们发现他读的是圣经 所以打完球就过去对他说 很高兴看见你在读圣经 哦 我很喜欢读圣经 你在读哪一卷说 启示录啊 你应该读不懂吧 不会啊 那启示录在讲什么 很简单 耶稣赢了 讲得真好 这是一个很棒的总结 不过启示录的信息 当然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会用好几堂课来研讨 但这的确是启示录的精髓 那个平凡的管理员 他抓住了重点 耶稣赢了 我很喜欢福音书中的这句话 众人都喜欢听耶稣 这句话不止肯定耶稣 也肯定平凡人 因为你骗不了平凡人 你可以轻易骗过知识分子 只要用哲学术语包装一下就行了 但是你骗不了平凡人 他们会一眼就看穿 国王其实没有穿衣服 他们会说出真相 启示录是写给平凡人看的 所以我们要带着尝试来读这卷书 这个方法最能够帮助我们 了解启示录简单又直接的信息 要运用尝试直接看字面的意思 不要被一些象征给虎了 不能够整卷书都按照字面解释 也不能够整卷书都按照比喻来解释 有的要按照字面解 有的要按照比喻来解 你可能会问我 那我们怎么知道怎么分辨呢 当你看到有个妇人坐在一只红龙上 尝试会告诉你 那是一个比喻 有的时候尝试会告诉你 要按照字面解释 要运用尝试 也要运用一般说话的原则 其中的一个原则是 在同一段话中 相同的词有相同的意思 就是这么简单 听起来很明显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等我们读到启示录二十章 用不着激烈的讨论是 无千夕年 前千夕年 或是后千夕年 只要运用这个简单的原则 答案就很明显 在同一段话中 相同的词 有相同的意思 按照一般说话的简单原则 就可以轻易解释清楚 启示录是写给像我们这样的平凡人 但是当初阅读这卷书的平凡人 跟我们有很大的时空距离 大约相隔两千年和两千里 所以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想法 还有他们的感受 从他们的角度来读这卷书 所以确实需要下点功夫 去了解当初那七间教会的人 会怎么样解释这卷书 我们才能够应用出来 所以第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 这卷书是写给普通人看的 帮助我们了解启示录的第二个原则是 要知道这卷书的目的十分的实际 很实际的目的 我可以告诉各位 这卷书的目的绝对不是要满足 你对未来的好奇心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 那就是误解它了 上帝给我们这卷书 并不是要让我们当历史的先决 这种人 他们晓得某些神秘知识 得以知道关于未来的秘密 上帝给我们这卷书 并不是要让我们当先决 也不是要让我们猜测上帝的时间表 让我们处心积虑地去议测 末日到底还有多久才会来到呢 很多人就是根据启示录 做出这些猜测来 但是这些猜测 对于读启示录这卷书的人来说 完全没有任何实质的帮助 知道未来如何 也许能够满足你的好奇心 但是这绝对不是启示录作者写作的目的 启示录的写作目的很实际 它绝对不是在故弄玄虚 不只为你的理性 也为你的意志 还有你的感情 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个实际的目的 启示录并不是一本历书 详细的预报未来 不过书中有很多关于未来的预言 启示录里面一共有56个不同的预言 其中有一些预言出现不止一次 而且预言的比例在新约圣经里是最高的 但是没有比旧约圣经多 但以礼书和以西节书里面的预言更多 不过和新约的各卷书相比 启示录对于未来的预言最多 所以它的内容确实着重在未来 但并不是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 上帝之所以透露未来 它的目的就是要我们 预备自己去面对未来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目的 它向你透露未来 是要你准备好 就像童子军的格言随时准备好 现在就预备自己 换句话说 新约圣经中有关未来的预言 都是为了要帮助我们 现在就活出正道 我们对未来的很多疑问 圣经并没有解答 我想在座一定会有人想要问我 各种关于未来的问题 我只能够告诉你说 我不知道 因为圣经上没有说 圣经上没有说的事 我们现在不需要知道 至于已经告诉我们的事 我们现在需要知道 才能够活出正道 所以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这些事 是要叫你们不受骗 好在此时此刻活出正道 这是启示录的实际目的 所有透露未来的预言 都是为了影响现在 因为我们是靠三样得性而活 信 旺 还有爱 如今常存的有信旺 爱 但是其中最弱的是旺 这是我自己的翻译 我发现在现代的教会中 几乎找不到旺 因为旺是指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 其实希望这个词 我觉得并不好 因为有不确定的意思 希望明天一切顺利 希望我可以考试考及格 有不确定的意味在 但是这个字的希腊原文 Alpis 意思是指非常确定 一定会发生 非常确定 一定会发生 意思很坚定 所以圣经上才会说 盼望如同灵魂的毛 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 我们在主里仍然有盼望 我们对未来有坚定的盼望 因为知道耶稣必要再来 整卷启示录就是以这个事实为核心 开头和结尾都谈到耶稣再来 他要再次回到地上 这个事实会在暴风雨来临的时候 像毛一样稳住你 耶稣会再来 我们对于未来的盼望 就信于此 没有一个政治人物能给我们盼望 但是每次的选举都好像是在选救主 有没有注意到 每一次的选举都在找政治上的救主 希望他能带领我们走上正途远离灾祸 每一次有人赢了选举 我们就以为找到救主了 但是六个月以后 我们开始感到失望 再过几年幻想整个破灭 这是因为世上只有一个救主 将来会有很多人自称是救主 但是只有一位会再来扭转局面 将来有一天耶稣会回到我们中间 他能够扭转乾坤 他能把魔鬼赶逐出去 但在他回来之前 我们势必会遇到困难 因为我们赶不走魔鬼 可是耶稣办得到 我好像已经跳到后面去了 启示录有一个实际的目的 我们可以在书中的一节经文找到 就是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 我认为这节经文可以帮助大家 了解启示录整卷书的重点 所以我来读一下 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 因此那些服从上帝命令 忠于耶稣的上帝子民 需要忍耐到底 因此那些服从上帝命令 忠于耶稣的上帝子民 需要忍耐到底 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 是特别为受苦的圣徒而写的 所以我们才会读不懂 因为我们没有受苦 但是很多地方的基督徒 吃过很多很多苦 他们为耶稣殉道 对他们来说 启示录的意思再清楚不过 大概只有受过苦的基督徒 才能够了解这卷书 可是我们并没有受苦 所以我们只能从理性和学术的角度 来看这卷书 没有让这卷书来帮助我们 耐心地忍受苦难 这卷书的作者 是一个已经为主受苦的人 这卷书是约翰在拔摩海岛上写的 这个小岛只有八里长 跟以夫所只有六十里的直线距离 约翰他是一个政治犯 必须在岛上的采石场中做工 在这里我有一张图片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拔摩海岛最高的那座山上 有一座修道院 叫做圣约翰修道院 那看起来很像一座城堡 就在监狱的旁边 在采石场的附近 他们必须在采石场中 挖凿花缸石 晚上就睡在这里的囚房里 那么约翰到底犯了什么罪呢 约翰说 我是为上帝的道 为了给耶稣做见证 才来到这里 他是叛徒 罗马帝国的叛徒 所以他被放逐到这个 有如恶魔岛一样的地方来 他在这里坐牢 他在这里为耶稣受苦 所以这卷书是一个 为耶稣受苦的人写出来的 但是他是写给 即将为耶稣受苦的圣徒 他在预备他们面对苦难 所以我相信这卷书很重要 因为基督徒会越来越不受欢迎 在末日渐渐逼近的时候 面对的苦难会越来越多 这卷书是在预备我们 面对即将来临的苦难 这样当苦难真正来临的时候 我们才有办法忍耐 约翰他就是在拔摩岛上的监狱 写下了这卷书 那天是主的日 是主的日 而不是主日 很多人都以为主日就是星期日 或许以为约翰一定很想念 他过去曾经牧养过的教会 其实他指的并不是星期日 我必须要给各位讲一点历史 在耶稣降生前二十五年 有一个罗马皇帝叫凯撒大帝 我想你们一定都听过 他曾经攻进这里的海岸 凯撒大帝是第一个将自己封为神的皇帝 自称不只是人也是神 他的继任者是雅谷士都和提辟流 雅谷士都更是变本加厉 他命令百姓要拜他 他命令在全国各地都要盖神殿来默拜他 于是各地都兴建了凯撒神殿 把雅谷士都当成神一样的来默拜 尤其是在土耳其的西方 罗马帝国的异教根深蒂固 在这里兴建了很多默拜皇帝的神殿 但是 启示录隔了很多年之后才写 大约是在西元九十六年第一世纪末 在那个时候 基督徒已经开始受苦了 受到罗马和尼路的逼迫 尼路做了很多很多残暴的事情 如果你有机会去罗马 可以背对竞技场 眺望另一边的绿色山丘 那个地方就是尼路皇帝的御花园 他会在花园里举办晚宴 把基督徒绑在柱子上 临上沥青 点火燃烧 好为他的烤肉盛宴提供照明 另外 尼路他也在那里命令人 在基督徒的身上 缝上兽皮 最后再放野狗来追咬他们 当作压州好戏 以此作乐 但是那一波逼迫 并没有蔓延到罗马以外的地区 大约又过了三十年以后 多米田成了罗马皇帝 他开始逼迫 罗马帝国境内各地的基督徒 多米田他自封了两个头衔 命令百姓要尊称他为主和神 主和神 多玛曾经尊称来自拿撒勒的那位木匠 我主我神 多米田又下令说 每年要有一天 所有的人都必须膜拜我 必须要站在我的半身塑像 和一座油火的祭坛前面 拿起一撮香 撒在祭坛上燃烧 然后举起手来宣誓说 凯撒是主 他下令 每年有一天 全国的百姓都要这样做 没有照做的人就得处死 基督徒这下子面临了可怕的选择 只有四个字 凯撒是主 可是耶稣是主 这是教会最早的信条 他们不可能再称其他的人为主 上帝已经高举耶稣 把主的称号赐给他 这个名超乎万民之上 万西都要跪拜 尊称耶稣为主 所以基督徒无法妥协 这也是看他们 是不是忠于耶稣的最大考验 他们会说出这四个字吗 毕竟只有四个字而已 多米田下令全国各地 执行这项法令的那一天 给那一天定了一个特别的名称 叫做主的日 启示录一章所说的主日 希腊原文正是主的日 这里是用形容词主的 而不是名词主 约翰说 在主的日 我被圣灵感动 他不是说主日 圣经都是称七日中的头一日为主日 但主的日是个特别的日子 是皇帝下令每年一次要说凯撒是主的那天 狱中的约翰可以想象 这将是最大的考验 要考验他曾经牧养和教导的那七间教会 他们会屈服吗 他们会低头吗 于是他写了这卷书 劝勉圣徒要忍耐到底 但不只是忍耐而已 忍耐是被压在下面 他还用了一个词 是整卷书的关键词 这个词从头贯穿到尾 就是得胜 忍耐是被一样东西压在下面 得胜则是压在那样东西上面 耶稣说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已经全然得胜 有一次我问候一个朋友好不好 他说我很好 我胜过我的处境 这是基督徒很棒的一个答案 所以这卷书鼓励我们要得胜 不只是忍受压力而已 还要胜过 就像我们之前唱过的歌词 得胜有余 要在处境之上 而不是被压在处境之下 因此我告诉各位 启示录给了我们两种动力 一个是正面的动力 一个是负面的动力 正面的动力就是 得胜的人可以得到奖赏 得胜的人可以得到很多奖赏 这些奖赏包括了什么呢 像是可以吃上帝乐园中 生命树的果子 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而且还可以得到隐藏的玛纳 汉一块白石 石上写着新名 另外有权柄 铜管万国 穿上结白衣 在上帝殿中坐柱子 不再从那里出去 并且在宝座上 与耶稣同坐 这些都是正面的奖赏 是要赐给那些 胜过逼迫的基督徒 他们超越了他们的处境 得胜了 耶稣在启示录中 有一处说 就如我得了胜 在我父的宝座上 与他同坐一般 得胜的 我也要赐他 在我宝座上 与我同坐 耶稣不会要求我们 去做他自己 没有做过的事 负面的动力 则是基督徒 会失去什么 如果他在考验 临到的时候 选择屈服 没有得胜 这是整卷书中 最严重的警告 在启示录三章五节 耶稣说 凡得胜的 我必不从生命册上 涂抹他的名 各位 涂抹就是刮掉的意思 用笔刀刮掉羊皮纸上 有墨水写的名字 耶稣说 凡得胜的 我必不从生命册上 涂抹他的名 按简单的常识 来看这句话 没有得胜的人 会怎么样呢 很简单 他的名字 会从生命册上 被刮掉 名字被刮掉 整本圣经只有五个地方 提到了生命册 但是有四个地方提到名字 从生命册上 被抹掉 就在启示录最后的地方 要记住 这卷书是写给圣徒 而不是写给罪人的 不是写给非基督徒 而是写给七间教会的基督徒 启示录最后有一节很特别的经文 在描述了新天新地 以及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之后 圣经说 得胜的人 必承受这些违业 唯有胆怯的 不信的 淫乱的 和一切说谎话的 他们的份 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这是第二次的死 这不是写给非基督徒 而是写给基督徒的 符合保罗和耶稣 在别处经文的教导 保罗说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 也必与他同活 我们若能忍耐 也必和他一同做王 但是我们若不认他 他也必不认我们 这几乎是直接引述 耶稣亲口说过的话 他说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我在天上的父面前 也必不认他 这样一来 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了 基督徒常说 一旦得救永远得救 但是圣经上 根本没有这句话 不过有些人却认为 圣经有这样的含义 推荐各位读我的一本书 一旦得救永远得救 我在书中指出 在耶稣所提出的警告中 只有两个 不是针对重生得救的 基督徒的 而且那两个警告 是给法利赛人的 耶稣没有跟非基督徒 谈地狱 但他常常跟他的门徒 谈到地狱 那是已经舍弃一切 来跟从他的人 所以启示录的写作目的 很简单 就是要帮助基督徒 继续在生命册上留名 好让他们最后能够 抵达天成 和新天新地 所以启示录的写作目的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和实际 在启示录这卷书里 将两种永恒的归宿 告诉所有的基督徒 还有亚西亚那七间教会的会友 一种归宿是复活 与基督同作王 在新的世界中有份 另外的一种归宿是 失去我们在天国中的产业 受到永恒的刑罚 恐怕我将真理传给人 自己反倒被弃绝了 我怕地狱 所以我才会谈地狱 不可能说 某个罪人一定会下地狱 我就一定可以进天国 不 启示录提醒我们 耶稣再来的时候 不是要找宣告信靠他的人 而是要找能持守住信心的人 他要对那些人说做得好 你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不是信了就可以进天国 关键在于要持守到底 这是启示录一个很实际的目的 不是为了透露未来的事 而是要预备你去面对未来 我再举一个小例子 这卷书告诉我们 情势必须先恶化才能好转 可是到了最后会有大患难来临 但是启示录提到一件事 叫我们十分安慰 那就是空前的大患难 大灾难 只会持续三年半之久 也就是四十二个月 或者是一千两百六十天 但是紧接着大患难 大灾难之后 我们要与基督在地上 一同作王一千年 整卷书都在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前功尽弃 当你遇到恶劣的处境 或者是情况很难面对的时候 一定要抓住未来的盼望 千万不要前功尽弃 要持续忠于耶稣 圣徒的忍耐就在于此 要持续忠于耶稣 他们是守上帝诫命 还有耶稣真道的 所以我们需要启示录 子马上 共产 子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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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马上